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算数四者运算及公式函数 我们来计算 身体的BMI值 我们先点范例档 开范例档之后呢 这边已经有一些有资料了 那四者运算的话呢 我们必须 比如说某个储存格 我们先打等于 等于代表说计算 你可以把它当作计算机 比如说输入 1加2加3 Enter 这是一个计算机 那里面呢不一定是数字 你可以放公式 放函数 那这边的计算呢 他必须遵守 这个四者运算 就是先乘除后加减 1加2乘3 加6除2 他计算呢 乘法 除法要先算 然后再算 加法兼法 所以现在算出来应该是 1加6加3 得到10 这是有关的 四者运算 接下来呢 公式呢 我们来定一个 像VMI值 VMI值呢 是身体质量指数 他必须是这样计算 VMI呢 为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要以公尺为单位 假设 以 0-0为例 身高174 那 换算成公尺的话 是1.74 那VMI值要怎么算 就是体重作为分子 要除以 身高 就1.74 那要除两次 好 这个分母的部分呢 身高要除两次 才会是 身高的平方 所以 这一格呢 是怎么算 最有公式的就是 C6是指 这一个 52公斤 除以 瓜虎 瓜虎念的先算 V6除100 V6是174 是公分 公分除100 就是公尺 所以瓜虎 V6除100 就变成公尺 那我们刚刚讲过的时候 身高要除两次 所以在除一次什么 哦 瓜虎的V6除100 就是 体重除以身高 再除以身高 好 那这一个呢 我们再算一次好了 等于 体重 除以 瓜虎 身高 公分除100 变成公尺 除以 点一下 V7 V7 瓜虎先 公分 除100 变成公尺 Enter 那其他人呢 也是可以这样来算 我们用前面所讲的 填满控点 点 前一 点这个已经有 计算公式的 然后往下拉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好 各位发现说 这边呢 他会有一些 分级的 出现 之前他出现 NA 这个是 利用他的另外一个技巧 因为这个技巧呢 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比较 不要 不讲解 那 大家呢 可以试一下 这边呢 试着打入自己的身高 和体重 来算自己的V脉值 然后呢 是否在正常范围 好 那我们练习呢 到这边